副院長江磊已經講了嘛 如果院長不是韓國瑜 他要咬舌致敬 對不對 咬舌致敬 那就沒有副院長啦 那沒有副院長誰會地補 國民黨 誰 猜嘛 大家猜啊 猜 快點搶答案 副昆琦嗎 有什麼好猜 本來是副昆琦要爭取的嘛 那民進黨副院長推誰 蔡其昌嘛 那請問 那台面上更好笑啦 一邊是副昆琦 一邊是蔡其昌 黃國昌請選擇 今晚你要拿到蔡 糟糕了 蔡其昌糟糕我投不下去 哇民眾 拜託你投傅昆琦 向你投不下去 為什麼投不下去 傅昆琦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 可惜你不是立委 你沒有投票權 為什麼要這樣再插一刀 上狗上撒理言 我會看直播 看大家怎麼投好不好 你只是求評 求評啊 你確定那個文 是黃志賢發的嗎 會不會是他割頭發的 他割到大靠 對 黃偉哲不要再到你妹的帳號 掏發文了 對 最近黃志賢都很正常 我懷疑他被駭客入侵了 應該就是他哥 都是黃偉哲他哥 黃偉哲到黃志賢的帳號發文 小黃為什麼要開始殺柯文哲 有喔最近有 因為2026柯文哲要派黃珊珊選台北市長嘛 對 黃國昌要選新北市長嘛 對 國民黨的利益就是2026又殺柯都 嗯 殺柯都之後民進黨又莫名其妙又選上 幹嘛講人家民進黨莫名其妙 就是這樣啊 搞不好民進黨是平時意 我問你嘛 台北市 台北市對講話一對一 民進黨哪個可以贏 黃毅川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膨脹了好不好 我一直不可能的嘛 欸可是我黃珊珊出來分票咧 沒有我先第一件事情啦 有什麼考卷 考卷來就是阿川講的我全部打OK啊 打好喔 好喔 OK喔 國會改革OK 公開透明OK 單一招委OK 我跟你講單一招委民眾黨一席都沒有 招委兩席民眾黨還有機會 跟那個國民黨合眾連橫 他就是要去跟國民黨談嘛 國民黨就要讓他嘛 他叫小蘭嘛 那你覺得他是小蘭 那個什麼叫什麼叫之類的嘛 太難聽了我不願意 不講不講之類的對不對 好那我很簡單 這第一件事情是他如果出考卷 我全部打OK 好對不對 由黃捷代打全部打OK 全部打勾 這是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我正告民眾黨 如果民眾黨在院長支持韓國瑜 或者是民眾黨不推派人選 民眾黨如果不推派人選 等於保送韓國瑜嘛 對 對不對 因為到第二輪投票就比相對多數字嘛 對 國民黨票就比較多嘛 如果民眾黨在立院龍頭選舉 支持韓國瑜 讓韓國瑜變院長 或者是民眾黨不推派人選 讓韓國瑜自動變院長 未來四年韓國瑜出了包 全部算民眾黨的 民眾黨才不會背咧 不是背不背的問題 因為今天有選擇嘛 你有游錫坤可以選擇嘛 一個是游錫坤 一個是韓國瑜嘛 民眾黨選擇讓韓國瑜變龍頭 變地獄龍頭嘛 那未來韓國瑜恕罪啦 遲到啦 然後這個講插話啦 然後呢什麼的 全部账都算民眾黨頭上 民眾黨扛得起這件事嗎 民眾黨到時候會切得乾乾淨淨啊 那為什麼傳出來立院投游錫坤 副院長投蔣啟成 那為什麼蔣啟成忽然說 如果韓國瑜不是當院長 我副院長我也不要 我咬蛇自禁 為什麼 你懂嗎 民眾黨最近在擔心一件事啊 對啦 好像我如果支持國民黨的話 我會跟國民黨一起來壓制民進黨 可是問題是支持韓國瑜有後座力嘛 所以才會有一個版本是分裂投票嘛 我院長支持游錫坤 副院長支持江啟成嘛 彰顯我民眾黨什麼 只問只看人不看黨嘛 超越藍綠的態度嘛 才有這個傳言傳出來嘛 也是因為有這個傳言傳出來 江啟成才說 如果韓國瑜不是院長我咬蛇自禁嘛 對不對 對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跟你民眾黨談什麼 我只要確定一個前提嘛 你民眾黨如果敢在韓國瑜上 所有的後座力 你民眾黨要擔一半嘛 而且第二件事 我想問民眾黨現在的票 有沒有可能是當年返韓的 很大比例啦 對 蔡英文那時候拿八百多萬嘛 2020年嘛 莫名其妙我們估計是六百多萬 怎麼變八百多萬 多拿兩百萬票 兩百萬 就是年輕人被韓國瑜下出來投票嘛 這兩百多萬票現在跑到民眾黨這邊 就是民進黨在討論 如果把這兩百多萬票吸回來嘛 對 結果現在你民眾黨支持韓國瑜 全這兩百萬票還要不要 嗯 不要了 真的不要是不是 還是要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這第一塊 就是柯總長講的嘛 我不跟你民眾黨談 跟你民眾黨起義來歸嘛 啊 你沒有起義來歸 你自己考慮一下 你投給韓國瑜有多大政治後座力 嗯 好 這一大塊我講完院長的部分喔 現在講副院長 副院長江雪已經講了嘛 如果院長不是韓國瑜 他要咬蛇致敬 對 對不對 他咬蛇致敬 那就沒有副院長了啊 那沒有副院長誰會逮捕 國民黨 誰 猜嘛 大家大家猜啊 猜 快點搶答案 副昆琦嗎 為什麼猜本來是副昆琦要爭取的嘛 人家現在要總召了啦 那他是不是因為副院長沒爭取到 退而求其次爭取總召 嗯 那如果今天江喜人咬蛇致敬的話 副昆琦是不是就 就往原本副院長走 哇 那厲害喔 厲害喔 那所以他這樣的話 會跟民進黨的搭 任副院 不是不是 不是 我繼續講 因為院長是投完後 下午換副院長嘛 那副院長 因為江喜人咬蛇致敬的嘛 那背衣就是副昆琦嘛 那民進黨副院長推誰 嗯 蔡其昌嘛 嗯 那請問 那檯面上更好笑啦 一邊是副昆琦 一邊是蔡其昌 黃國昌請選擇 今晚你要拿到菜 嗯 都記 都記 糟糕了 蔡其昌糟糕 我投不下去 黃國昌 拜託你投副昆 像你投不下去 兩百萬票不要了 有腫一點 對不對 對不對 像你投不下去 傅昆琦 為什麼投不下去 傅昆琦可以啊 可以嗎 可以 可惜你不是立委 你沒有投票權 為什麼要這樣 對啊 再插一刀 上口上撒你鹽 我會看直播 看大家怎麼投好不好 好 你只是求評 好 求評好 所以我意思是 好嘛 那黃國昌要把自己 吊子拉這麼高 對不對 傅昆琦會送大西瓜 聖堂的聖人嘛 立願的玩人嘛 道德的長城嘛 對 來 好 今天將起來咬神 吃氣完後換傅昆琦跟蔡其昌 看我眼睛盯著你 黃國昌怎麼投 你黃國昌投完傅昆琦之後 一樣 四年後傅昆琦 喬什麼事全部算你黃國昌投上 那到底出事 搞不好黃國昌說 我真的很喜歡吃花蓮的大西瓜 那我認了啊 我認了 那黃國昌就在這邊就破空了 我跟你講 我已經看透民眾黨了嘛 民眾黨就是一群喔 明明就不是聖人 卻愛裝聖人的咖嘛 那我就用這道德標來要求幾 你覺得蔡其昌很難看 投不下去 那你投得下去 傅昆琦 你確定那個文是黃志賢發的嗎 會不會是他哥投發的 他哥到帳號 黃偉哲不要再到你妹的帳號 偷發文了 最近黃志賢都很正常 我懷疑還被駭客入侵了 應該就是他哥 都是黃偉哲 他哥黃偉哲到黃志賢的帳號發文 因為黃志賢那個帳號 不是不是 黃志賢那個文 他其實就講一件事嘛 黃國昌你們這個雙標仔 對不對 每次都玩連連看嘛 鄭文燦在一個桃園市府的公開活動 跟一個人公開照一張相 然後那個人的誰誰誰 在桃園市政府的規劃的捷運 附近買個地 你就說是黃國昌 黃國昌你就說鄭文燦 跟這塊地有關係 他有連連看方式都這樣嘛 那張照片 然後這個照片的誰誰誰 在市政府畫了一條捷運路線的旁邊 買塊地 他說鄭文燦在裡面有獲利 那請問如果照黃國昌的連連看方式 你民眾黨在黃成國的飯店裡面 對不對 吃了飯 我可以把你黃國昌跟黃成國連在一起 那黃成國的誰誰誰 做什麼屁事 我是不是可以說是你黃國昌護航的 按照他的邏輯 他跟其是進去欸 坐牢欸 喔 對 對啊 那你黃國昌怎麼不連連看 他說根深人啊 對嘛 所以雙標仔嘛 蔡其昌想當根深人的資格都沒有 蔡其昌去報名根深人協會 協會跟他講 不好意思 沒坐過牢沒資格來 對不對 你這種連法嘛 再來賀龍夜夜秀 黃國昌說什麼 沒有 沒有立場 我不租到 不是我們黨的事 對啊 欸 鄭文燦什麼時候變你們黨的 喔 對齁 不是 不是你們黨的事嗎 那鄭文燦也不是你們民眾黨的啊 你罵什麼鄭文燦 對不對 蘇志芬難道是民眾黨的嗎 連了半天連了人家就叫蘇志芬 對不對 所以黃國昌這種開叫雙標仔 喔 只是他有連到蘇志芬 有啦 他之前說什麼 那個農業基金會養誰誰誰 那個誰誰誰又認識誰誰誰 那個誰誰又怎樣怎樣 哇塞 他連過的太多了 哇 連連看很爽 各種連嘛 不是 也不是你的黨的啊 那你怎麼就不評論 就忽然又有立場起來 黃國昌我在講他叫雙標仔嘛 對不對 然後重點呢 突發奇想 欸 一個委員會 一個招委 對 因為兩個招委 這個會讓意識效率低落 我保證你這樣的民眾黨 一個招委都沒有 如果是教化委員會 八個委員會嘛 對不對 如果民眾黨一個招委都沒有 那意識效率會提高很多 對 所以說黃國昌的意思是這樣子 對啦 就是這樣 黃國昌的意思是這樣 對不對 原來如此啊 他很喜歡講一些高大上 四四而非的事情 去騙一些他們的這個白連教的教徒嘛 搞得我都想支持單一招委 單一招委真的可以 我跟你講 現在藍跟綠的共同利益 就是把白幹掉嘛 如果是當一招委的話 八席嘛 大家坐下來 你國民黨要什麼 我民進黨要什麼 然後插的切拳 不想抽錢 就要決定八席 育兒拿四席啊 民眾黨零席啊 那我就問很簡單囉 如果八個招委民眾黨零席的話 倒楣的是誰 倒楣的是誰 猜看看 猜看看倒楣是誰 怎樣子都是 民眾黨自己嗎 賴清德 不是 倒楣的是民眾黨 除黃國昌以外的七席地位 因為他們的聲音 因為黃國昌不需要招委嘛 黃國昌知道我進去 會被所有人封殺嘛 他唯一要去立法院 只幹一件事 每天早上十點準時 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開完記者會就下班嘛 回家看直播嘛 可是你這樣講啊 我等一下要問靖妍 因為看起來 國民黨是蠻 蠻買民眾黨的單啊 沒有沒有 然後我繼續問喔 然後七席 另外七個民眾黨不分區的立委 他們要的是幹活欸 要的事情是可以立法案 可以推案 他們每個人背後都要交代得清楚 所有事情被黃國昌搞完了 我要幹嘛 對不對 到時候是那七個過來反 反這個所謂的黃國昌 然後再來等下問紀元 國民黨的態度對不對 什麼叫國民黨的態度 國民黨蠻配合民眾黨的 我問你 蔣灣最近是不是開始講民眾 台北市長任內 柯文哲任內弄了一個這個 所謂的那什麼農產運銷中心 一百多億 蔣灣為什麼要開始殺柯文哲 有喔最近有 因為2026柯文哲要派黃珊珊選台北市長嘛 黃國昌要選新北市長嘛 國民黨的利益就是 2026又殺柯都 殺柯都之後 民進黨又莫名其妙又選上 幹嘛講人家民進黨莫名其妙 就是這樣啊 搞不好民進黨是平時意 我問你嘛 台北市 台北市對講話一對一 民進黨哪個可以贏 黃毅川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膨脹了好不好 我一直不可能了嘛 可是我黃昌昌出來分票咧 才有機會嗎 我就說繼續講 以今天的總統來說好了 如果藍綠盒 藍白盒 那今天會贏嗎 我打一個問號嗎 會啦 我打一個問號 主神情有女兒的風骨 賴清德本來就是用一對一在打的啦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國民黨 也不要跟我講國民黨的利益 國民黨的利益最簡單 2026 民眾黨只要在各縣市只要派人 就是違背到我國民黨的利益嘛 那我國民黨怎麼可能做事 你民眾黨變大 讓你黃國昌 這個舞台變多 然後新美市長把它吃下來